还有猜前我爸妈猜前分到70万 还有吗 还有我爸妈跟我舅舅借的 20万一个 那总共算起来 现在总共这个房子盖了多少钱 按他来算一个 大家来到来算一下各位老师 是吧 他有70多万 我又有70多万 是吧 还有我每个舅舅借了20多万 我有四个舅舅就有80多万 这个房子现在总共造价是多少 他杀房也杀得合适一点 谁都会上这个账 你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这钱是我拆迁来的 这部拆迁不上吧 拆迁款一部分 拆迁不上 我自己也一百分 你自己也出了一部分 那当然自己里面也出了一部分 刚刚女儿说他出了70多万 你也出了一张 刚刚儿子说他也出了70多万 那我不知不明白 丁家父亲没有把建房款的来源 说得很清楚 他只是说自己出了钱 女儿也出了钱 但是至于是否向亲戚借了钱 他没有说 儿子是否出了钱 他表示不知道 丁家父亲的这个说法 让坐在调节场下的儿媳妇刘女士 感到相当不满 他把自己整理好的一些证据 交给了主持人张晏 随后他也走上了调节现场 这里有些收据是吧 对 收条 经收到 这个是你的名字是吧 是 2100元整 此据 这个收款人是姓杨的 这是谁 这就是瓦匠 卖石头的 等于你这上面所有的收条 都是你付给建房子的供应商的 对对对 付款 对不对 证明你向他们支付了这笔钱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吗 有个刚刚2000的 这里5000 这里8000 这里1000 1100 这里是一个3万 2000 然后这一答是什么 这是买钢筋的 这也是买钢筋的 对 些材料费是吧 对 是 这说明我出了支 而且也出了利 这些总共加起来有多少 目前这里就差不多60来万 这个证本 是他写是已经写的 是这样的 就是3月9号 3月8号 他打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全部拿钱 这个钱是我爸爸 他全部拿钱 然后拿出来做的 这是我爸妈的 这不是我的看法 这是我爸妈说的 他怎么强迫爸爸妈妈拿 打呀骂呀 你当场看到了 我是没看到 是爸爸 是妈妈说的 强迟你一看到了 刚刚你是说 我可以说一下 他说这些全部倒是胡说的 这个我也不清楚 这个钱摸不清楚 但是我那个 我也有存折 但是我没有带过来 因为我不知道要带这些 你好我刚才说一下 我现在刚刚 我爸爸凭杨夕说了一句话 他不清楚是吧 怎么能说 我全被我爸妈的钱 我自己怎么存的钱 怎么起的钱 你明天也可以带过来的 都有纪律在那里 这有法律在那里 你们啥伙没用 对于弟媳妇刘女士 出师的账本和账单 姐姐丁女士根本不认 她甚至觉得 那都是弟弟 不择手段 夺取父亲的钱来支付的 他们只不过是 做了一个记录而已 姐姐的话 让弟弟气愤难忍 看他们的样子 好像都觉得 自己说的是实话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此时独自坐在厂下的 丁家母亲 也走上了调解现场 她能为我们揭开真相吗 我自资钱就搞到货 以资几年就搞几年 明白 一直在捣乱 已经捣乱 半天 我太肯定的 我是太没办法的 不好意思 我太可恋 小丁 每个人都可以说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丁家母亲一走上调解现场 还没说几句话 就把矛盾彻底激化了 丁家儿子向我们打了声招呼 默默地离开了调解现场 廖阿姨见状 迅速地追了上去 随后 她的妻子刘女士 也赶了过去 劝说自己的丈夫 在廖阿姨和刘女士的共同劝说下 小丁重新回到了调解现场 为什么 这个姐姐跟爸妈 他们的意见这么一致 不认可你出的这个钱 并且说这个钱 是你逼他们拿出来的 因为拆迁的原因 我这个姐姐 会导致人 她们俩的思想 一直在后面 说这些 说那些 以前没拆迁之前 她会这样吧 没拆迁之前 就是帮她做事 把手跌上了 都不带她去看一下 你帮你的屁帮跌上了 她拿着丁重 还是我带她去诺安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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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打师 我们两夫妻 是在外面 长期的一天 搞苦力气了 没吃心事去想这些 她是专了脑子 去想这些东西 并且在那个 就是调拨理界的 这种当中啊 并且那次打电话 当时确实让我听到了 应当做姐姐的人 看着那个儿子 跟那个 跟爸妈 有点矛盾了 是吧 要去劝和 要去调解 他不调解的情况下 反正去 吵起这货了 是吧 反正去捣乱 再一个呢 拆了房子之后 他拆了房子之后 看着爸妈 有些名字 有写了他的 有这些资产在这里了 哎呀 今天啊 我要买点衣服给他呀 是吧 明天啊 我这里有点东西 给你吃 是吧 以前 没拆钱之前 他会这样吗 他说 给你进的门 得十六年 我年始十六年 三岁中国 中国哪在 都没有是我带我救 是吧 都没有是同样 给来个人 当年是 这个 这个 跟个丁氏姐夫 他们要去把我 打我 把我放到外面 外面去 我自己到复权 坚持开玩笑 自己哭 错了的哭 我自己想跳货 我老头子 念到图里 五年个人 五年个人 都是我个人 龙 送贩 服送 我不是个个人 我条个人没有名 我个个体也拿不到 我可以声明一下吧 嗯 他说 刚才说打他的事情 是吧 我们那个人 并且有派出所都出了警 是吧 这个都是有那个群众 也群众的眼睛 都是血亮的 他的为人 我们的为人 我们有没有做这种事情 是吧 他是怎样孝敬 上一代的 我是怎样孝敬 我父母的 我有没有打他 我凭我自己的良心说话 是吧 我也要吃儿子的话 是吧 都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 都是这样 是吧 反正我弟 我弟弟跟我弟媳妇 他两个人 相当对我妈妈 相当差劲 经常打他 他一直防止 就神怕我拿了 我要强避我爸妈 签写他的名字 我爸妈一直都不签 他就一直都打 而且我也 我也被他们打过 9月1号 2015年9月1号 也是跟房子有关吗 也是否则 姐姐丁女士 没有因为弟弟的中途离场 而改变对弟弟的看法 也没有因为弟弟的一番解释 而选择理解弟弟 她还是把弟弟形容成了一个 自私霸道的人 观察员关文觉得 有必要先和姐姐说几句话 你弟弟和你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 两个家庭之间 本来两代人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可能你站在 我保护我爸爸妈妈 我照顾我爸爸妈妈的这个角度之上 你说的有些话和有一些事 被你弟弟一解读 一想 他就会想出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 你不仅不能够真正地缓冲到 你爸妈和弟媳 弟弟之间的矛盾 你反而还有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 很倒霉的人 就弟弟把你也拖得进来 所以呢 当你在对爸爸妈妈好的时候 这个肯定是应该的 可是呢 当你在对爸爸妈妈好的同时 你没有顾及到弟弟的一部分的心情和感受 弟弟和弟媳妇就不会放过你 爸爸妈妈这边越说你好 弟弟和弟媳妇会越恨你 因此呢 我给你的建议其实挺简单的 那就是你继续地做好 你该做女儿的所有分内的事情 而另外一点 在房子的这件事情上 就法律上而言 你该得的你肯定会得 爸爸妈妈也会考虑 但有一点 你还要考虑到的是 你弟弟和弟媳妇 他们作为你的同辈人之间 你应该起到的一个沟通和缓解的作用 这是由于农村住宅被拆迁安置 产生的一套新的房屋 那么被拆迁人是谁 协议上写的是丁荣昌 也就是厂商的父亲 被拆迁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是谁的 被拆迁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 有上面的四本证书可以 四本证书 四本证书上写明的土地使用者 都是丁荣昌 证书的颁发时间 最早的是1986年 最晚的是1993年的12月12号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 这个土地使用权 以及地上的房屋 至少在1993年12月份之前 就已经依法确权 属于丁荣昌夫妇 厂商的二位老人 属于你们 所以政府的拆迁补偿协议 2014年12月份的拆迁补偿协议